这类合成的类鸦片物质每年导致美国成千上万人死亡 其中一个著名受害者是著名的美国流行音乐歌手王子 这位美国官员说 中国是芬太尼类药物的主要来源 这类药物最终大都会进入美国 中国对美国政府的这一说法表示异议 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本月为此发表文章 明确声言中国制造的卡芬太尼不是导致美国人服用违禁药物死亡的原因 我们正在看到芬太尼和芬太尼类的合成化学品 以及这类化学品的前期产品从中国运出 我们所谈论的一些化学物合成品从中国用包裹直接运到美国 运到墨西哥或者加拿大 墨西哥的毒贩把芬太尼和芬太尼前期化学品合成为海洛因 他们就是这样利用美国人对鸦片类药物的上瘾 艾米利是美国基督局特别测试和研究实验室的化学分析师 芬太尼的化学结构就是这样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三环结构 中间的这个环叫做派定环 这些绿色的球代表氮元素 红色的代表氧元素 芬太尼的化学结构可以在很多部位被置换 形成其他芬太尼的化合物 这种环结构也可以在不同的位置被置换 加上甲基或福 再形成新的芬太尼类化合物 尽管美中两国有时候会发生局域 但两国也合作制止危险化学品非法贩运 但是执法部门的执法步伐赶不上科学创新的步伐 在今年7月26日 戴伊通过质谱仪检查到了四伏益丁先机芬太尼 其实在他检查到这一化合物之前 中国的供应商已经在兜售这种 可以用来制造麻醉剂的化合物了 上海仙崇贸易公司 就是这种化合物的供应商之一 美联社记者前往该公司采访 使该公司的经理詹米高感到惊讶 上海这么多化学品公司 怎么会找到我们这里呢 上海仙崇贸易公司从2016年4月 开始接到供应四伏益丁先机芬太尼的订活要求 但该公司的高经理表示 他们没有从事违禁药物的生产和供应 当客户如果来问到我们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通常要先查一下 在中国这个产品是否是有管制有违禁的 然后还查一下对方客户国家 是否有管制有违禁 如果有任何的一项违禁的话 我们都不会供应的 都不会生产供应 然而四伏益丁先机芬太尼是一种新产品 因此这种化合物还没有登入美国或中国的管控物质清单 面对来自中国的层出不穷的毒品化合物材料新品种 美国季毒局官员贝尔表示神圣的乐观 中国方面认识到我们有问题 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 我们有通畅的意见交流和调查线索交流 我们正在取得进展 一些使用者在网络论坛中报告说 这种合成麻醉药尽到大 价格低廉 虽然服用之后的强烈快感并不多 但持续时间相当长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还有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我们从来临见国公司之间也见到